美国大选有争议的选举人票 将于1月6号进入国会认证阶段 但宪法律师伊万·莱克林日前表示 副总统彭斯有权要求各州寄送 真实反应人民意愿的选举人团成员提名 可助川普制胜 美国海军选手提及核潜舰动态 黄论披露战力细节 21号突发出声明 一艘核动力潜舰穿越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经常扬言要封锁这个海峡 美军破路核潜舰行踪 市井意味浓厚 日媒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共有5人确诊武汉肺炎 包括海上自卫队领导人 海上幕僚长山村后 以及副幕僚长西村人等 至于是否为群聚感染 防卫省正在调查当中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 在14号发生的天文现象日全时 一个泰国业余天文学家 发现了一个高速移动前所未见的新彗星 大小相当于一辆连结车 是略日彗星的一种 这颗彗星以每小时45万英里 约72万公里的速度来行进 最终在逼近太阳的过程中 受到强烈太阳辐射作用 而分解为尘埃颗粒 新唐人眼的电视整理报道